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講我人生最驚險的30分鐘 在這之前我沒有跟任何人講過 一直放在我心中 然後這故事我三年前就畫好了 所以有些分鏡是舊的 我覺得也有一點風味 所以我就不重畫了 故事開始 我想每個人都有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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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是一個無意義的堅持 我就一直忍 自以為能hold住 突然一個無力 直接哗啦啦啦啦啦啦 暢通無阻 就出來了 很誇張 不是露出來一點 是直接整條衝出來的感覺 當下好像暫時麻痺一樣 完全無力抵抗 我心想 我死定了 小學就算了 我現在國三 要是傳出去 我一定會變成 傳說 我坐在第二排 要走出門 需要經過幾乎所有的學生 我當下沒有時間思考 因為怕味道傳開來 我必須當機立斷 立刻站起來往門口走 但是行走時 也要非常小心 他掉下來 如果掉下來 就會變成童話 糖果屋裡面 撒麵包卸任入的劇情 XX版 那時候我記得 剛好有周杰倫的真人版頭文字滴 他老爸跟他說 開車時不准讓水漸出來 以免晃動過大 讓他載著豆腐碎掉 我當時就是這種感覺 我必須快 但同時又要穩 接下來我走到廁所 幹 販賣機沒有衛生紙 我快崩潰了 為什麼老天要搞我啊 我走到櫃檯要衛生紙 櫃檯是老闆娘的小氣姐姐 為什麼我說她小氣 因為之前我看過 有同學跟她借室內電話 她都會收10元 不然就是叫他們去外面 用公共電話打 我說我不舒服 想借衛生紙 她就說 你去投販賣機啊 我說那邊沒了 然後她就遞給我兩包 然後我就轉身要走 欸同學等一下 你還沒給錢 10元 我那時候心想 幹 我管你多少錢 你趕快讓我走 我給你100塊都可以 他已經在往下滑啦 接下來我終於平安進到廁所 真的鬆一口氣 那裡馬桶只有一個 要是裡面有人 我就game over 我脫下褲子 非常慘烈的狀況 我不想詳細說明 你們自己想像 我把有沾到大XX的內褲 撕起來丟垃圾桶 因為整件丟會被發現 然後清理身體 好不容易花了20分鐘 完美的處理完了 撿回一命 我一開廁所門 是我同學 我的心揪了一下 這個同學嘴巴超大 又很愛弄我 我超怕被發現 大家可以去看我以前畫過的屁王故事 就是那個指節 被他知道 真的會馬上秒傳 該整個補習班 再傳到學校 結果他果然 嘿嘿 大便喔 就跑去開我的廁所門 然後他看到馬桶旁邊 都濕濕的 他傻眼 哎呦你怎麼大的 怎麼地板那麼濕 我就說 啊沒有啊 馬桶怪怪的 反正我奇蹟似的打哈哈過去了 接著我就淡定回座位上課 完全沒有人知道 我剛剛經歷的風雨 我滿身冷汗 一路上出現很多戲劇化的難關 但都被我一一破解了 我得以保住我的校園生活 這是我人生最刺激的30分鐘 順便提一下 如果有看屁王洋蔥那集 我講一下時間點 這時候我已經被指節叫屁王了 指節還在補習班到處講 我有屁味的事 這時我跟那個女生 就是微微的愛內衷 而我放屁被抓包 就是之後的事情 水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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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屁王洋蔥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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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